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爱情 爱情的歌词 爱情的歌词 我们说写的好的还有 写的好的 我们说摩上桑 摩上桑 我们高中的应该学过吧 学过了吧 摩上桑 学过吧 学过了 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回去看看好了 没学过啊 有的课本学过 有的课本没 那么我们讲得快一点 好不好 因为这次汉悠夫当中 写爱情写的很好的一篇 大家看看摩上桑 日出东南雨照我情四楼 秦思有好女 自名为楼府 楼府系缠上 摧上陈南雨 秦思为龙系 跪自为龙沟 头上五度尖 耳中明月珠 香气为夏群 为上楼 行者见楼府 下淡如此虚 少年见如府 脱冒出箱头 跟着王岐礼 除着王岐厨 来归香怒苑 但作观容府 你看第一段就写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 她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句正面写 她没有写女孩子眉毛长得怎么样 眼睛长得怎么样 鼻子长得怎么样 嘴巴长得怎么样 耳朵长得怎么样 身材怎么样 一句都没有 她从其他角度来写 大家看一下 先交代 因为约府是最大的特点 她就是叙事 她把一件事情告诉我 日出东南雨照我情死楼 这次也是一起性 太阳出来照着东面 太阳从东方出来照着这座楼 这个楼里面呢 秦家人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她的名字呢叫罗傅 罗傅喜欢什么呢 罗傅喜欢残伤 脆伤 东南陈南雨 这把事情都交得清楚了 这个女孩子很喜欢 很勤劳 她喜欢养残 我们中国的男跟女制啊 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模式 是吧 这些女到地下来 她没有想嫁给什么万元妇 嫁给什么很富的人 她要嫁给一个过男跟女制的生活 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古代的戏区里面 古代的事 都是过男跟女制的生活 这是很理想的一种生活 这个罗傅呢 她也是喜欢铲烧 她执伤成男人 她出门带什么东西啊 大家看看 青丝为龙细 贵字为龙钩 她的打扮怎么样 大家看看 头上五度戒 耳中明月珠 她这个头上 头发梳成一边的 这个大概是汉代的一种 苏头的一种模式 苏头的一种模式 耳中明月珠 这个耳朵上面画的一颗珠 衣服穿什么呢 香气为下裙 紫棋也为上奴 就写了她的衣服 衣服 你看没有一遍描写了 这从人家的眼睛里面来写 行者 见儒服 下旦 若此虚 行者 那种 走路的人 当然这个走路啊 还带点劳作的 劳作的 挑担的 挑担的人 看到儒服以后呢 她把担子歇下来 但是歇下来 看到个女孩子 盯着看南威琴啊 她装成修夕的样子 在摸摸自己的胡子 实际上就是这个女孩子 很吸引人 很引人眼球 少年见儒服怎么样呢 脱毛出消头 少年人见到儒服以后啊 她把自己的帽子脱掉 帽子脱掉 摸自己的头啊 也显示显示 这个女孩子啊 真的很漂亮 路边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残桑呢 往往中在田头的小路上面 那么田里面有人在耕田 耕田的人呢 忘记了离田 灰锄头的人呢 忘记了灰锄头 哟 这个女孩子那么漂亮 好好地看看 看看 看看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啊 喜欢漂亮的人 人人都喜欢嘛 这一点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啊 结果回到家里之后怎么样 因为儒服不是说走路的人 儒服在那儿踩桑啊 结果他们一看就看了好久 雷贵香怒怨 淡阴看儒服 做就是阴的意思 回到家里 大家互相埋怨 今天活着一天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 埋怨 这个儒服这个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 害得我们大家都耽误了干活 第一段实际上就说明了个道理啊 儒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第二段写什么 大家看一下 第二段呢 儒服遭到了一个官员的调戏 官员的调戏 这官员呢 死君 死君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地区的一个长官 太守 太守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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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 一个郡里面的长官叫死君 我们看过《三国演义》里面 我们大家知道 刘备人家叫他刘死君 所以啊 死君是相当于一个县里 一个地区的 管理几个县的这个长官 死君从来来无码的直处 这个还有一定级别的 他的车子有五匹马拉的 五匹马拉的 一定规格的 死君潜力往问世谁家猪 死君一看 哟 他也看到了 路边这个车上的女孩子真漂亮 到底是谁家的女孩子啊 这是我的地牌 我最大 是不是啊 这个女孩子我应该晓得是谁的 死君潜力往问世谁家族 派一个人去看看 到底是谁的 下面的人回答他 秦氏有好女自民为柔府 这个人名字 他是秦家的一个女儿 叫秦柔府 死君问他 死君再问 柔府年几何 柔府年几何 他几岁了 下面的人回答是 二是善不作 神武仆有余 大概十八岁 十八岁的姑娘最漂亮 那么大概十八岁 死君谢柔府 宁可供这不 死君派人去问柔府 死君派人去问柔府 你肯坐我车子一起回去吧 诗经里面就有这个话 诗经里面我们大家知道 诗经里面有这个话 女孩子出门 女孩子出门 诗经里面写到 女孩子出门 踩上最怕的 就是被那种 供之歌人们带走 带走 这里面 这个柔府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死君谢柔府 宁可供再报 柔府前子次 死君依何欲 死君自有父 柔府自有父 死君派人问柔府 看起来柔府的家里啊 看起来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女子 你跟我回去吧 在这里扯什么桑啊 你看看 跟我跟我 你什么都有 跟我回去吧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个死君呢 可以随便的可以 把一个女孩子带回去 那么下面是 柔府非常机智的 回答死君的话 死君的话 东方千余计夫婿居丧头 何勇是夫婿把马重离之 青丝细马尾黄金龙马头 妖宗如露剑可知千万语 十五府小吏 二是朝代府 三是四中郎四是专臣之 为人接白喜 然然朴有虚 银银 银银功夫不 然然朴种粗 作众数千人 借颜夫细树 他回答得非常巧妙 你是做太熟的 我的丈夫也是太熟 跟你官一样大 跟你官一样大 比你年轻 比你有地位 比你有钱 还长得比你漂亮 你那么大年纪了 还要我跟你走 你怎么想的 大家看看他怎么吹牛皮 龙夫也吹牛皮 东方千余计夫婿居上头 东方一千多匹马过来的话 我的丈夫就在里面 最上头 就是我的丈夫是千里挑一的人 意思就是我丈夫是千里挑一的人 何用是夫婿把马重离居 你怎么样子认识我的 哪个是我的丈夫呢 我一看就知道 他骑着白马 后面还带了一匹小黑马 还带了一匹小黑马 他的马怎么样 青丝细马尾黄金螺马头 腰中螺螺剑可知千万云 我的夫婿也很有 也很有 一点不亚于你 比你还要好 他的马用青丝细马尾 用黄金来做马路头 他腰中赔了一把剑 这把剑就这一千万 这把剑都很值钱 代表他身份的 剑很值钱 我的丈夫地位也升得很快 十无福小力 二是朝大夫 三是四中老 四是专程居 他四十岁 专程居 现在也跟你一样 已经做到太守了 太守了 怎么样 我的丈夫才四十岁 你这个老太守已经很老了 是不是 很多同学可能要问了 前面讲的他十八岁 他这个是夫婿已经四十岁了 四十岁了 这可能是想象 也可能是真的 反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卢府啊 他是非常的机智 我的丈夫人长得还非常漂亮 为人这百事 这百事 冉冉苦中屈 我的丈夫长得非常的干净 并且皮肤非常的白 胡子也长得非常漂亮 冉冉苦有虚 我们大家知道 汉朝的人他非常讲究啊 这个男子的胡子长得怎么样 是不是啊 我们男人的胡子有各种各样 也像马克思一样的胡子 是不是啊 有些人像什么样子八字胡子 有些人的胡子 我丈夫的胡子也长得非常漂亮 三国当中胡子长得最漂亮的 大家知道是关羽 对不对 美然公 他的胡子非常漂亮 关公出门的时候 他胡子很长 那个对人套起来 套起来 这个导演非常有意思啊 现在我们假如看到一个人 那个胡子很长 套子套起来 这个导演们 不太看得到 银银功夫步 冉冉服中去 他走路啊 走的都非常非常漂亮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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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冉服中去 这个走路啊 很有风度 我们今天说 我的丈夫长得很有风度 走路也很有风度 坐宗千余人戒言夫婿说 很多人都说我的丈夫好 你能比得过他吗 你还要我坐在你车子后面跟你到你那儿去 你这个老东西 你什么都不要想 不要想 你看看 秦鲁府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美丽 写出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出门扯伤 遭到当地的地方长官的骚扰 最后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用一番话来打消了这个地方长官的这种痴心妄想 写得非常好 这个叙事啊 续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我们说汉语服啊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啊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定道理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 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诗歌里面 对 假如丈夫出门了以后 对丈夫的思念 思念 大家看看 银马长成口行 银马长成口行 青青河半草 绵绵思远道 青青河半草 变成青青河边草 我们琼瑶写过一部小说就是青青河边草 琼瑶这些小说都写得非常好 他这个爱情小说引得很多人掉眼泪 琼瑶看起来对于汉语服啊 他也道得非常好 青青河半草就是青青河边草 大家看过琼瑶的青青河边草没有 没有看过啊 一段时期是非常风靡的 大家可能忙于考大学忙于多数啊 没有看 大家可以 以后放假的时候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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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考出来看看 这个电视连续就拍的还是不错的 拍的不错的 琼瑶的爱情故事啊 有时候看的是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说些梦见子 梦见在我旁 活觉在他乡 他乡各一线 辗转不相见 哭上自天风 海水自天海 若门各自媚 谁坑香为言 客从远方来 为我商鲤鱼 火烹鲤鱼 中有车素素 常贵多素素 书中精和乳 上言家产饭 下言长相识 黑头两句话 非常好 青青河半草 绵绵思远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子啊 看见河边的草 看见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 这条远方的道路 她丈夫就是沿着这条远方道路 则向远方的 汉的男人要出门啊 出门干什么 求学 求换 就是求官做 还有经商 都可能的 男人不能够每天待在家里啊 要出门啊 是不是啊 出门才有机会啊 出门才能赢啊 是不是啊 要出门 那么 留下一个女子 一个人在家里 她就是师父了 我们说师父 远道不可思 说起梦见子 我天天看着这个远方的道路 我丈夫就是沿着这条道路 走上这条道路到远方去 远道不可思啊 我思念也没用 我们今天同学 现在很难体会到 思念亲人这种感觉了 为什么 现在交通 信息太发达 手机短信 QQ MSN 对不对啊 我在美国的时候 天天跟我家里可以 MSN 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得见 一点 这感觉没有了 到唐朝的时候 杜夫还有家书抵万经啊 是不是啊 家书抵万经啊 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 我们家里通讯的时候 邮递员送信 邮递员里很受 大家欢迎的一种质疑啊 一看到邮递员里 拿出一封信 大家非常高兴 现在大家发手机短信 一毛钱一个 是不是啊 不管在中国 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得到 只要那个地方有 中国电信或者中国联通的信号 就行 是不是啊 你们中秋节大家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家去 没有回家去跟家里 肯定通过电话 甚至通过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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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河半草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熟悉梦见子 思念思不到 但是我昨天晚上做梦见到了 我的亲人 我的丈夫 梦见在我旁 梦见 我的丈夫回到我的身旁 但是忽然醒了 觉就是觉醒 就是醒了 但是忽然醒了 或觉在他醒 忽然醒了 我知道我的丈夫 原来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我曾经有个朋友在睡觉 朋友在睡觉 我在美国的时候 在哈佛的时候 一个朋友在睡觉 那天晚上她大叫 我说叫什么 原来哥比还住了个小孩子 忽然敲他门把他吵醒了 我们后来问他 你从来没看到 你那么生气活 是不是真正在做梦 跟你女朋友见到 他女朋友在美国中部 我们在美国东部 他后来不想 他说是啊 他说后来把小孩子 赶走了 他继续睡 睡了半天 起来跟我讲 他梦这样回不来了 他说梦醒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他非常非常 那天早上他 他非常的熬脑 我看他 所以有时候做梦 梦是很美的 有时候做梦 是吧 或觉 忽然醒了 原来我的丈夫 她做梦的时候 梦见在我旁 忽然醒了才知道 我的丈夫在其他的地方 他乡 他乡 跪陷 辗转 不相见 他乡 这个路隔的太原 不能够相见 下面用了两个比喻 枯上自天风 海水自天寒 自有枯萎的山树 知道这个北风的厉害 自有海水 知道这个天上的寒冷 看看个别 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两句话 更加有意思 若我们各自媚 谁肯相为也 看看我的邻居们 我的邻居们 丈夫上班回来 因为我们今天死亡的话 上班回来 妻子也把她接进去 把门关上了 两个人轻轻热热的说话 谁肯相为也 他们谁肯跟我讲一句话 是不是 是不是 看看他们两个人比业双飞 都舒服 我的丈夫又到外面去了 不回来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孤苦伶仃 但是高兴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 客人从远方来给我带来一封信 双鲤鱼什么意思 因为古代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汉代的时候 汉代的时候 还是用作片或者是薄书来写 书写的材料 还不是纸 还不是纸 用薄书 用写写的卷上面 这个薄书 假如寄给对方的话 他用什么来做工具呢 我们今天信的套到信封里面去 古代的薄书呢 拿个木板把它装起来 木板的正面跟反面 都刻成一条鱼的样子 刻成一条鱼的样子 装好送给你 我们今天很简单 一封信就行了 古代的装好 所以双鲤鱼呢 实际上就表示我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信 刻从远方来为我商鲤鱼 就是我的丈夫给我带信来了 这个真是家书第万经 忽而烹鲤鱼 中有车速书 因为既然是诗歌嘛 既然是写鲤鱼嘛 就是赶快把儿子叫过来 你爸爸来信了 看看 烹鲤鱼 就是把这个鲤鱼形状的盒子把它打开 中间有车速书 中间有一封信 常规到速书 书中五经如何 古迹这个女子不一定认字 是不是 那么叫儿子赶快来 你把信的内容讲给我看看 儿子告诉他 上演家产犯 家产犯 汉代的一句问候的话 汉代的问候的话 努力加产犯 汉代的问候的话 叫努力加产犯 我们今天不可理解 拼命吃饭 不是这个意思 身体要保重 身体要保重 是吧 你吃得下饭就身体好 所以汉代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努力加产犯 这个努力也跟我们今天努力一定 就是问候的话 说你身体健康 上演上面讲的是问候的话 下面讲什么内容呢 长相意 她的丈夫在外面说 我也思念你 你这家乡思念我 我也思念你 我也思念你 这个讲得非常好 这个讲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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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